好 那小代現在這個電腦裡面這張圖片 古靈 你這晚上是東區嗎 對 但是我要先說一下喔 有一些人我不希望你們來東區 等一下 這是什麼圖片 你猜 你猜 這是海還是沙灘 這叫做星沙 這是一種海裡的浮游生物 當它大量產生的時候 你看到這是晚上喔 那個海浪白的部分對不對 會全部變成這樣的藍色 發著藍色的螢光 這是夢幻般的情形 那這是第一種情形 這是第一種出現的情形 就是說你是看到海水是整個 那個白的部分變成螢光藍 第二種情形 你到那個碼頭旁邊 碼頭是鋼筋混凝土做的嘛 然後那個海浪會打過來 海浪打上來的時候 那整個的碼頭邊上 那個建築上面 全部是一點一點的行星 像那個聖誕燈泡一樣 這樣亮起來 這是第二種情形 第三種情形 你走到沙山上 一腳踩下去 你腳印的四周 全部亮起來 像那個煙火一樣 就是浮游生物 就是這個星沙 這個只有馬祖才有 尤其冬祖 因為它是為什麼 因為它是因為在敏江口那邊 敏江口衝出來那個浮游生物很多 然後跟海裡的這種 浮游生物長成之後 所以它特別就是在 因為在馬祖這邊 它才產生這種東西 剛剛有歌詞 敏江葉黃如夢 所以 真的很漂亮 所以你只要看到這個東西 你就 那誰不能去 第一個 你沒有出國旅行的心情不要去 因為有些人早上去 下午就回來了 或者晚上去 第二天早上就回來了 為什麼 大家都覺得去馬祖 馬祖在 如果叫你去四天三夜 你都覺得去那麼久幹什麼 事實上它是非常豐富的 光這一個島 我的朋友來強迫一定要住兩夜 因為你要花那麼多時間 你才會看到那麼多美麗的地方 所以沒有出國旅行的心情不要來 那你每個朋友都被你強迫住兩夜 沒有叫的嗎 沒有叫的他們都說 可不可以再多住一夜 對啊 因為有你的講解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告訴大家說美麗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不可以來 你不要來的是你 喜歡熱鬧的 因為它真的不熱鬧 那有那種歐巴桑 晚上吃完晚飯 站在餐廳門口說 這有什麼老街 我說有有有 我們這有兩條街 兩條購物街 一條是上街 一條是下街 你很興奮 那有什麼 我說各有一家雜貨店 所以喜歡熱鬧的不要去 那第三個 你速度很快的你不要去 因為你就啪啪啪 你如果騎摩托兩小時全部跑完了 什麼也沒看到 可是如果你像我這樣慢慢的走 慢慢的混 慢慢的看 你就會看到非常多美麗的景色 然後就讓你覺得 哇真的是終身難忘 所以速度很快的你也不要去 然後不喜歡一個人相處的 你也不要去 因為其實它不適合 老實講它不太適合情侶去 也不太適合團體 最好就是你一個人去 去學習自己跟自己相處 你不可以慢慢品嘗 大家都很急很冷 對 所以最後就說 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你也不要去 你住在大埔村那裡 是 那有抽水馬桶 有啦 其實基本的水電設施都有 都有 但是那個就是食衣住行 各方面都很簡單 就是說 所以我剛剛講 你把你的生活簡化到最簡單的地步 你吃的最少用的最少 然後人際關係什麼 通通都變很少的時候 因為我也故意不用電腦 不用不看電視 就是每天去尋找這些東西 那其實它是一個不斷的探索 因為它這裡的風景 它會偷襲你 你走到這邊忽然 啪就一個風景 哇一下 偷襲 甚至晚上啊我跟你講 好討厭喔 被風景偷襲 你聽我講 晚上你走一走 因為它路燈很亮 可是走到一段黑暗的地方 忽然抬頭一看 那個星星多到 你已經認不得 我們有受過訓練的 已經沒有辦法辨識說 那是什麼星座什麼星座 就是星雲河 然後雲河就像牛奶一樣這樣子 然後你就覺得 每到你帶掉之後 然後耍那流星就這樣過去 就不真實 我到現在其實我現在回洋起來 我覺得還像是一場夢 所以希望大家來這邊做一下夢 這就是你想買一個無人島的關係 我其實沒有辦法買 但是我已經擁有這個島了 因為我現在每次去 我第二次去之後 島上人碰到我都不是說你來了 都是說你回來了 所以我找到了 心靈的第二故鄉 你回來了跟你來了 真的不一樣 對對對 他們覺得我是自己人 而且他們其實對 不是對我這樣而已 包括我們也有一些研究生去 也有老師去 他們都會對你這樣子的 那你想我們到這個年紀 還有什麼機會 在那麼短時間認識那麼多人 而且跟他們變成那麼好的朋友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收穫 而且被期待說你回來了 對對對 不是說你怎麼又來了 對 是給六年級的期待 還是六十四的期待 大夫就是假的台是不是 其實我也沒有看到你要再殺 對啊 就是大家好像當作養寵物一樣 再養 可是我的想法就是說 其實你不一定要來東舉 但是我覺得我們人 心一定要有所數 心要有所計 就是說 不然你就說好 你台灣也好啊 你也許放了假 或者你有空說 跑到一個比較私密的 你的秘密花園去 或者是公園裡的一個角落 或者甚至你有摸錯 你去學一種東西 要花時間的 不是吃吃喝喝 或者是買東西 那麼簡單 你去學個釣魚也好 你去學個寫書法也好 就是讓你的心 除了每天日常 不斷不斷的工作之外 你的心還有一個地方 可以放那裡 他說的心有所數 也許是東舉 也許是書法 對啊 對嚴正國來講 哇 你的書法 謝謝 真的是倉盡有力耶 謝謝 謝謝 八年有成耶 而且書法我覺得 因為書法不是你的 說你多會寫 寫得多好看 是你的心情 你心不敬的人 是沒有辦法寫 我的字很醜 我只有寫一種東西的時候 我字寫得很好 就是寫心經的時候 寫心經的時候 你的心整個就會沉浸起來 對啊 所以我覺得寫書法 是大家感覺 這是很過時的事情 可是它真的是一種 很好的修煉 對 這是藝術 你關在監獄 他其實也關在監獄 他是被關 我是自關 所以我裡面有講到說 我們如果木頭的木 四周圍起來就是困 因為你出不去 可是如果你是一個門 下面一個木 就是你可以進可以出 那就是閑 所以困跟閑 其實我自己開心在那裡 所以我覺得我是閑 那你是不得不在那裡 你就是困 我覺得這是鎮國的書法 懂得 我是覺得苦靈 懂得生命 懂得生活 你剛才說 還有一個雨風同坐庭 還有一個是崩雲庭 對 是怎麼搞的 亂石崩雲 因為它那個浪這樣打上來 就整個這樣劍開來 捲起千堆雪 所以有崩雲庭 有懶岳庭 反正要知道我 對啊 沒有人承認 沒有啊 現在已經在 搞不好馬上去 他們已經在找蘇寡家寫這些 然後去掛上去 有經過所有島民同意嗎 島民他們對什麼都同意 他們太隨和 他們太好 有可能 人家撥到那個庭 叫阿公的 為什麼一定要叫崩雲 他們庭都沒有名字 其實你會說阿公的也很好 對啊 沒有關係 這邊發呆 坐到阿公的 看石頭 看海 看山 看風 看風 看光 江山楓月本無常主 賢者才是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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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這樣我們因為賢情 誰認識就得到 有道理 八年的書法改變了一個人 謝謝 所以要非常謝謝 這位周老師對不對 是 就是國寶級的書法家 周良敦老師 那他這次有書法作品要拍賣 然後捐贈給那個 中國 中華民國更生少年皇后學會 重點是這幾個 OK 你們只要去查公益家 不了解 去查皮克班的公益家 這個皮克班的公益家 這個網路 就可以知道這整個的一個活動 我們也希望大家能夠共同的參與 對不對 謝謝 周老師 朴公你要上他的課 你在監獄裡面先練了一年的名字 對 我被他打槍好幾次 一開始是 他說叫我寫三個月 就是說你寫寫看 你覺得寫得很像 你叫人家拿來我改 結果三個月以後 我覺得說這張很像 我就拿去給他改 一給他改以後 他就寫了八個字送給我 那你明年再來報名 那八個字 土法練鋼不得要領 因為書上面有他的對比 那對比上面 然後拿回來其實是 有打擊到我們的信心 那後來我一直想 後來又練多久 後來就練整整練了快一年 第二年他才收你 就是因為每年只開班一次 是 就是那本來他們五月開班 我六月有這個消息 在八月九月的時候拿給他改 那時候還在關嗎 還在關都在關 結果就變成八月九月給他改完以後 到隔年的五月才能去上書法科 所以還算蠻拚命的 我在學的時候折斷了兩三隻毛筆 折不住 折不住 一開始是真的進不下來 不是只有練字而已對不對 書法其實是有很多的 很多的人生道理 因為它會成為中國的一個 書畫藝術不是沒有道理的 對 它能流傳那麼久 其實在書法裡面提悟到人生 唯人處事 而且我們很多成語都跟書法有關係 所以不可以鋒芒畢露 所以為什麼那個筆要先把那個風 畫過去要這樣轉一下 把那個風藏住 要藏風對不對 對 逆筆 而且有的要逆對不對 要逆筆 而且有的字的比例 有的要讓 有的要退 對不對 就是牽浪 很多東西牽浪 其實我們不懂 做人說得要說得 一直去 但是在學模筆 我們發現就一件事 為什麼筆畫跟筆畫之間要穿插 他們為什麼不碰在一起 然後來老師在上課 其實偶爾做人就是要像筆畫之間 你退一下 他進一下 他進一下 你退一下 這個字就漂亮 對 就有那個美感 好像這個大師在開示美的樣子 沒有 是我們當初聽到 真的 真的 我感謝很多人給我的開示 真的 對 現在你有說上陣下過 不過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環境有時候對人有好 就是說為什麼你要去這樣地方 因為你要逼死自己到那個環境裡 你才會去過另外一種生活 不然你很習慣的就過你平常的日子 像我在那邊 雖然可以一天到晚到處跑 非常充實 可是有時候下大雨 整天出不去 那我帶去看的書也都看完了 就你知道我看什麼書嗎 這麼大本這麼厚的 舉光香香至 從民國幾年開始 有誰當電信局的什麼職員 什麼什麼什麼 你說那麼無聊看這個東西嗎 很好玩 忽然看到一個說 有一天有個士兵 他發現一個水鬼 他就開槍了 結果呢 整個部隊就出來抓這個水鬼 整個村子全部叫出來 怎麼找都找不到 可是找不到就麻煩 因為你有開槍 你又找不到水鬼 那是表示水鬼還潛伏 在這裡呢 最後只好辦一個表揚大會 說他有英勇的開槍下跑水鬼 所以他得到這個表揚 你看這種事情 對啊 沒人沒人知道 大家還以為一天到 水鬼被嚇跑了 原來這些英雄 原來是這樣出現的 有吃到黃魚嗎 早就沒有黃魚 沒有黃魚 黃魚已經抓狂了 馬祖沒有黃魚 為什麼那個 那麼繁榮的漁港 就是花樣就在那邊拍的 那整個繁榮漁港 為什麼整個沒落 就是因為黃魚都抓狂 因為如果以東軍那邊來講 你就是去海釣啦 你去釣那個蚵仔 蚵仔 然後海樓啦 海鱸魚啦 然後還有就是冬天比較冷 黃雞啦 這些東西都好 但黃魚的話 現在都是大陸那邊養的 所以黃魚沒有的時候 那個漁港也就落 沒落了 因為黃魚的經濟價值很高 對不對 嚴正維有來講一句話 我覺得那個有道理就是說 他越早被 越早進入司法 他說女方要有角臭 他才想炒飯 所以他一直要找 有角臭的女朋友 然後都懷疑自己 是不是不正常 這不難啊 你跟醫生說那不難 角臭女朋友 我可以介紹很多給他 周一到中午晚上七點 請收看新聞娃娃娃